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对学校司政课建设做出重要指示 强调 新时代新征程上 司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式新任务 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近年来 我州积极探索司政课建设管理一体化机制 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校司政课建设 落实利得数人根本任务 守正创新 推动司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司政课教学针对性和吸引力不断提高 汇聚起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强大力量 几年前 自延级市中央小学被命名为 中国工农红军吉林延级红军小学 传承革命精神 就被重点纳入司政课教育 宽敞明亮 书香浸润 这里就是中央小学刚刚落成的齐心书屋 在我身后 一堂别开生面的司政课正在进行着 这堂课值得一提的是由美术老师 跟道德与法治老师来共同完成的 课堂上 道德与法治老师围绕研边市革命老区 研边人 是红色革命精神 义不容辞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展开课程 并围绕五个认同 延展加深 孩子们的认识和理解 随后美术老师从课堂手工制作内容入手 给学生抛出话题 启发学生想象力 鼓励学生大胆创作与前面司政内容主题相符合的美术作品 一节课上了两个内容 可以使我们有更好的动手能力 而且还可以多多实践 我希望我们学校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研究市中央小学还聚焦私政课教学改革 积极探索新型教研模式 建立全员参与全方位培训 分组教研 分段实施 跨学科交流 跨学年融合的道德与法治教师 研培实施步骤 以私政课程加主题活动为载体 开展围绕 节日习俗 校园节庆 红色基因传承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 学校还以道德与法治课程为主导 充分挖掘语文 数学 音乐 美术 体育 劳动等课程的私政教育元素 凸显各学科的融合性 音乐私政课 我记得毛不易唱的青春 还有多爱国红歌 我们知道了近代史的一些许多人物 还有红传精神 南昌旗等等 以更生动的形式 知道近代的历史 对我们学习很多的帮助 我校正在进行 基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堂实践研究 我们将在这项课题的引领下 充分运用案例式 体验式 项目式等多种教学方法 跨学科构建道德与法治 创建融合性课堂 使私政课鲜活起来 让课堂成为滋润学生思想精神的握土 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讲好私政课不能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找到科学有效的方式方法 研编一中 1952年建校以来 累计培养3.3万名毕业生 进入新时代 研编一中 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结合学校的特点 戳地奋发 重点推动学校的 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与思想政治和建设结合起来 重点打造一支政治墙 积履研 人格证 视野广 四维新的教师队伍 重点培养各个学科的教师 共同参与 营造人人讲私政 人人干私政的大私政氛围 作为一个基层学校 结合课堂教学 挖掘课程建设 我们确立地政治认同 祝梦 融合这样一个主题 结合这个 我们在私政客建设当中 坚持中国特色设举文化 革命文化 设举先进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 为根基 为力量 我们挖掘课程资源 最终达到 把私政客讲身 讲透 讲活 最终培养出更多的 符合党的要求的 党放心的时代新人 为党欲人 为国欲才 今年以来 全州教育系统认真统筹推进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 一体化建设 把私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 有机结合 打造私政客优秀教学案例 68个 组建宣讲团 开展宣讲寻讲 覆盖500余所学校 近20万名师生 全州选举研级 作为试点县市整体推进 87所学校试点先行 引领269所 符合改革任务的 公办中小学校 积极稳慎推进 建立中小学校 党组织领导的 校长负责制 组织全州大中小学生 参加全省 同上一堂私政大课等 大私政客活动 参与人数超过15万人次 把私政客建设 作为党领导教育工作的 重中之重 深入落实新时代 私政客改革创新要求 持续推进大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 一体化建设 加强各学段衔接 循序渐进 螺旋上升的开好 大中小学私政客 不断提升 私政客驻魂育人始校 努力培养 让党放心 爱国奉献 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时代信任 与此同时 全州教育系统认真落实 周围关于抓党建 促助老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若干意见 探索把助老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融入办学制校 教书育人全过程 实施助纪工程 全州小学五六年级 初中一二年级 高中一年级 开设民族团结进步 专题教育课 每学期12课师以上 组织开展 2023年全州中小学 班主任基本工 和私政客教师 精彩一课展示交流活动 临选推荐7名优秀班主任 8名优秀私政客教师 参加省级以上竞赛 获得优异成绩 引导学生力得成人 力志成才 私政客作为力得数人 关键课程的作用 不断凸显 23号全省首家 轻微刑事案件 一站式办理中心 在严吉市公安局挂牌成立 严吉市轻微刑事案件 一站式办理中心的启动 是我州政法单位 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政法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 生动实践 标志着全省 一站式轻微刑事案件 治理新模式 率先在我州落地 轻微刑事案件办理 进入快车道 副州长 州公安局局长段余健 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朴永刚 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新参加接牌仪式 轻微刑事案件 一站式办理中心 投入运行后 将案情简单 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且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认罪认罚的 轻微刑事案件 纳入一站式办理中心 进行快速审理 通过集中司法资源 优化工作流程 实现反减分流 轻重分离 快慢分道 诉讼改革要求 可将侦查 起诉 审判等司法程序 缩短至七个工作日内 下一步 我州政法机关 将尽快推动 轻微刑事案件 治理新模式 在州内其他县市 全面落地 进一步 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不断提升 轻微刑事案件 一站式办理中心致效 有力推进清罪治理体系 释放社会治理效能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研边 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在今后执法办案中 我们将坚决发扬传统 对标先进 瞄准最高 力求最好 以实际行动和实践成果 让上级党委放心 各种群众满意 为更好的履行政协职能 充分发挥各级政协委员 联系界别群众 团结各界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助劳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中 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识 今年5月中旬开始 周政协组织开展了 边疆十六红 巨利天光彩 助劳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委员 进基层活动 今天 周政协文事委组织 文化艺术新闻 出版界别的政协委员 到严吉市小营镇 开展助劳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乡村旅游及项目建设 专题调研 并开展座谈 调研组由周政协副主席 李中庆带队 疫情先后来到 严吉市小营镇里化村 领重咖啡 防空洞度假小镇 及东光村星路谷休闲庄园 全面了解 小营镇乡村旅游项目的 类别运营模式 并围绕项目亮点 经营状况等情况 与经营业主进行了深度交流 调研组为各经营业主 送上了精心准备的图书 在兴路谷休闲庄园进行座谈 座谈会上 政协委员听取经营业主 在乡村旅游项目经营过程中 存在的实际困难 并对今后的发展 提出了指导意见和建议 调研组强调 各界人士都应不断坚定 助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念 积极履行 维护民族团结的义务 5月中旬以来 周政协联动各县市政协 动员各界别的政协委员 深入基层 宣传党的民族团结方针政策 全面推动助老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建设 聚焦民生 关注关切 广泛收集群众的意见诉求 为民解忧 筑起纾困 今年周政协谋划 助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构建新时代研编政协 大团结大联合新格局十大行动 制定了 边疆十六红 距离天光彩 助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主题实践活动方案 实施 进基层 化助老 抓项目 展形象 四项活动 此次委员进基层活动 作为周政协 助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系列活动之一 旨在为更好的履行政协职能 切实发挥 政协委员在联系界别群众 团结各界人士方面的 桥梁纽带作用 以高质量的履职活动 助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 为加快推动 沿边跨越赶超 实现新突破 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3号 由省委宣传部 省退议军人事务厅 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省残疾人联合会 长春市委联合举办的全国最美退议军人 吉林凯模 王岐同志先进世纪报告团 巡回宣讲活动 走进沿边大学 引起热烈反响 王岐1985年入伍 1986年为掩护战友身负重伤 双目失明 被定为一级伤残 负伤后 他放弃享受国家优腐政策 刻苦学习盲文和针灸按摩治疗技术 成为一名军医 30年来 他热情为部队官兵服务 为驻地军民议诊 累计为5万余名官兵和军民 解除了病痛 退伍后 王岐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先后荣获全国自强模范 全国最美退议军人 吉林好人等荣誉 2023年12月 省委省政府授予他 全省重大典型吉林凯模荣誉称号 并号召全省干部群众向他学习 报告会上 长春市莲花山管委会宣传部部长 王少波 原16集团军军修所护士长何春平 省经典宋读协会会长金书敏 盲人创业者孙刚等 分别从不同角度 讲述了王岐的感人故事和可贵精神 使在场人员受到了极大的心灵震撼 和深刻的思想教育 随后王岐讲述了自强不息 勇意前行的拼搏历程和人生感悟 极力在场的退役大学生和退役军人 做永不褪色的兵 在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 为振兴吉林发展做出贡献 他这种自立自强 永远不自怜的这种状态 是我们退役军人的美好品质 这是我们在部队里面去学到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平凡人 但是我们都可以做不平凡的事 所以和所有的退役军人共勉 作为园区的负责人 我也深受感动 准备以王岐同志为榜样 带领我们在创新创业孵化园里 进行创业的学生们 创造出更优异的成绩 我要向王岐同志学习 努力的去为延编州的无人机产业 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部分驻研部队官兵 公安民警 研编大学师生 洲际研级市退军人事务部门干部 及退军人代表余200人 聆听了报告会 目前敦化市牡丹江防洪薄弱环节 治理工程正加快推进施工 预计今年6月30号完工 敦化市牡丹江防洪薄弱环节 治理工程是敦化市重点民生工程之一 对牡丹江沿岸防洪牌牢体系建设 保障区域防洪预潮安全 具有重要作用 项目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 主要包括牡丹江干流换工程 小石河回水堤城区段加固工程 302国道泵站和常德物流排涝泵站 电源改造工程 牡丹江城区段林武桥兰河闸 至老江桥河道整治工程 新建换2.4公里加固回水堤3.5公里 河道治理4.45公里 为保质保量完成工程建设任务 开工建设以来 各标段施工方 沿把工程建设安全观质量观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截至目前 小山村段护岸工程 临江测护岸已经完成施工 牡丹江城区河道清淤任务顺利完工 小石河回水堤城区段加固工程 完成加固1700米 正在进行防洪墙交筑施工 后续将进行河堤栏杆更换 铺设生态木等工程 项目整体完工后 将进一步完善牡丹江沿岸防洪工程体系 稳固河岸减少水土流失 有效保障沿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东北虎报国家公园管理局 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近年来公园内野生东北虎报 主群数量明显增长 目前稳定生活在公园内的野生东北虎 达到70之左右 野生东北报达到80之左右 东北虎报国家公园 是我国第一批成立的 五个国家公园之一 2017年8月开始试点 2021年正式设立 自试点以来 整合了园区内原有的 19个自然保护地 开展了虎报关键扩散通道等 栖息地修复 生态廊道建设 轻收修复林地2200公顷 持续开展反倒列巡护工作 为虎报种群提供大范围 高质量的生态环境 东北虎报国家公园 建立野生动物损害补偿机制 已投入2800多万元 对园区内动物损害和商人事件 实施补偿 应用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 实时发布大型动物预警信息 选择重点村屯 林场综合应用震动光纤 物理围栏等技术 努力减少人寿冲突 也为当地社区群众 构筑安全防护 通过持续加强保护管理 东北虎报国家公园范围内 野生虎报种群数量 稳定增长 2023年新增野生东北虎幼崽 20只 野生东北豹幼崽 15只 虎报分布范围持续扩散 分布区已抵达公园最西原 虎报分布面积 均超过1.1万平方公里 据了解 东北虎报国家公园 不仅虎报数量增加 有蹄类动物种群也显著增加 梅花鹿 野猪 袍等 虎报主要猎物种群数量 均增长一倍以上 沿边龙顶队将在5月25号 15时迎来中甲第11个对手 主场迎战江西庐山 届时将在沿边广播电视台 朝鲜语综合频道 沿边广电客户端直播本场比赛 敬请收看 各位观众 今天的沿边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敬请关注沿边广电客户端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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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